今天我們的柯市長要來市政府做市議會做他任內的最後一次的施政報告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主要是希望我們要第一個大巨蛋公開辯論的贊帖給我們的柯市長 因為從他三年多前上任以來我們提出的非常多的問題我們的柯市長都沒有認真面對 我們所提出的相關的質疑不管是大巨蛋的交通問題大巨蛋的房貸疏散問題 或是他被監察院糾正BOT契約的這些相關的議題完全沒有處理 還有另外林成立經動荒謬的狀況以及大巨蛋已經被監察院已經被台北地檢署起訴為是一個弊案的一個狀況 這些我們柯市長完全都沒有積極的去面對這些問題 反而在這一段時間告訴大家大巨蛋已經勒令停工可是實際上大巨蛋已經快要蓋完了 那上次在公都盟的這個參會裡面我曾經當面質疑柯市長大巨蛋為什麼不解約 那柯市長當時回應說工程問題先解決再回頭處理監察院的BOT契約糾正 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柯市長第一次跟趙晨熊董事長會面的時候 談的就是監察院糾正的這39項缺失 一直到現在三年多以來這件事情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一個字都沒有改回來 他要拿什麼籌碼來跟遠熊談判 三年多來你籌碼這麼多 從勒令停工從這些安檢不通過 你有這麼多的籌碼可以跟遠熊先要求處理契約問題 可是你完全沒有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柯市長說公安是沒有公安就沒有全面復工 可是實際上大巨蛋是已經全面在復工當中 只剩下內部裝潢沒有在做 那公安遠熊有改善嗎 他現在重新送獨審裡面的圖說有改善嗎 柯市長有沒有對外說明清楚 下個禮拜二就要開大巨蛋的獨審會 我們不知道要審什麼 柯市長剛上台的時候 他曾經在那個105年的4月28號 提出了台北大巨蛋公共安全報告 具體的指出大巨蛋有建築量體過大導致災害風險拒增 商場與巨蛋共構造成安全危機 各洞地下停車場整體連通災害容易蔓延 戶外空間無法容納所有逃生的民眾 然後消防救災無法進行的五大安全的問題 這些安全問題在我們看來 從他提出到現在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大巨蛋的設計根本就沒有真的變動 這些問題都事實上到現在都還存在 而且大家應該都還沒有忘記 大巨蛋過去施工的時候 因為整個大巨蛋的開挖 它是非常的緊鄰我們的板南線 事實上它是在捷運的縣建區裡面大規模的開挖 縣建區是距離捷運軌道50公尺 可是大巨蛋是挖在12.5公尺的地方非常的近 它的施工過程曾經造成捷運板南線的軌道受損 我們非常的擔心 這樣的一個工程 如果哪一天台北市有非常嚴重的水災雨災 是會對我們的捷運的安全 造成進一步的威脅 那105年的5月台北市政府就大巨蛋 你們自己也發過新聞稿說 如果沒有限期改善的話 要發函解約 自己發函說要解約 然後甚至6月的時候 還也是講說發函說 說大巨蛋違反建築法第58條 工程品質有重大為師 沒有在履約期限內完成興建取得10兆 然後用這些違約事由說 三個月沒有改善 就要終止契約 還拍了花的公堂 拍影片來呼籲市民支持終止契約的這樣一個抉擇 結果到9月98號就反悔同意戰部中約 然後那一年的同一年的9月20號 議員質詢柯市長 大巨蛋如果拖延施工要怎麼處理 當時柯市長很霸氣的說 那就把它拆掉 可是大巨蛋的展延 就是他仲裁的展延以後 展延後事上到去年的10月25號 就已經到期了 現在又違約 違約又違了8個多月 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柯市府有任何的行動 沒有要解除也沒有要終止契約 更沒有說更看不到所謂的拆除 那過去我們曾經發動了民間 就是有民間有去聯署 然後要求大巨蛋解約的iVoting 在解約iVoting的會議中 市政府的承辦人員很明確跟我們說 那時候有異議我都在場 就是說如果大巨蛋解約的話 市政府是不會就遠雄違約的部分 向遠雄公司求償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市政府 完全忘記過去做的事說過的話 全部都不記得了 既不打算解除或終止契約 更不要講要對遠雄違約的問題來求償 我們真的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要向我們的柯市長下贊帖 我們等一下會把我們這個手上的板子交給他 我們要求大巨蛋的事情應該公開辯論 把所有的資料攤開來 讓台北市民了解 如果柯文哲市長認為自己說的事情都是對的 市政府的做法都沒有錯 那你應該可以接受人民的檢驗吧 大巨蛋公開辯論 柯文哲不要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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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巨蛋公開辯論 柯文哲不要逃兵 感謝你們民調這麼高在怕什麼 市長 你們民調這麼高在你怎麼抓的 公開辯論是問題有沒有 報告知好 我們希望可以跟你進行大巨蛋的公開辯論 我們不要再各種動畫 我們讓台北市民清楚了解大巨蛋的相關聲明 你可以找很多人來跟我一起騙動都沒關係 我們請 請問的嘛 我們現在在談的不是只能不能 契約的問題 這些相關的爭議 你應該在這些問題解決之後 來處理大巨蛋的工程 大巨蛋公開辯論 柯市長不要逃兵 柯市長不要逃兵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我們柯市長 只針對都省 下禮拜的都省 敬請回應說我們可以參加 可是大巨蛋的問題 絕對不是單純只在於都省的變更 環評的變更 或是建造的變更 他最核心的B案問題 他的BOD契約的問題 遠雄違約違法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柯市長不斷的回避這些問題 包括剛剛在現場都不敢回答 所以我覺得公開辯論是一個絕對需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柯市長繼續逃避 不敢接受人民的檢視 那我們在選前會持續的 不斷的要求提出這件事情 kturin aparece對 公市長不認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